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谢谢这个小大师他们帮我们organize 这个event 那我们是这个Pacific Outdoor Club POC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Pacific Outdoor Club 我想大部分的人是因为小大师那方面的朋友 所以你们对于小大师应该有相当的了解 周小姐你要不要介绍小大师呢 还是这样就可以了 我想在小大师群里的人应该对小大师都挺了解的 我们就是一个孩子的组织 有很多孩子的活动 我们的主要的focus一个是中国传统 一个是给孩子提供社会服务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参与社会事件 然后有对有社会责任感 主要的中心思想大概就是这样 我就不占用太多时间了 唐老师您就开始吧 还有你那个PowerPoint要不要全屏 全屏的效率更好一些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很好谢谢 好那我今天要讲些什么东西呢 我今天讲要 首先我要讲我是怎么样学滑雪的 OK 那你可以知道从完全不会如何学到 这个能够来当老师 能够来教人家怎么学 然后我要提出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好比说我们通常到我想假如你是成员的话 你已经会开车 假如说你还没有到16岁 你到16岁的时候你要开始要学开车 甚至要考到一个学习制造 但是你要学开车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如何学刹车 刚刚有一个人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他碰到危机的情形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有信心 不管你是学任何一个东西 你要学之前你要知道如何能够控制它 那么学开车你最主要知道怎么样 刹车你可以随时慢下来或者停下来 然后处理一些状况然后再继续开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要讲的项目呢 就是所谓side sleeping side sleeping 那中文的话就是抖坡撤滑降 因为你是撤着滑 通常我们滑是面对这个下坡去滑 那么这个呢是面对这个下坡的90度左右都可以 但是你是用侧面去滑下来 好比说这个是一个板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吗 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没有看到我的影像 可以看到 那你假如说我们下坡的话 我们是这样子滑下去 但是侧滑降的时候 下坡是在这个方向 我是用板子是这样子下去的 侧面下去的 人是面对侧方 OK 就侧滑降 那么侧滑降是 等一下我会放一些视频给你们看 然后做一些介绍 那侧滑降之外呢 有一些延伸成其他的应用 其中有一个叫做落叶飘 落叶飘的话 也有人是说是知智型滑降 因为向前向后 向前向后 等一下我也会有这个视频可以介绍 雪上飞跟冲坡 雪上飞跟冲坡呢 这个雪上飞是侧滑降的一个应用 因为侧滑降很重要是你在滑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不需要用力 你是用你身体的重量去滑 那你唯一控制的是控制什么呢 控制你的雪板 你这个雪板是侧的对不对 你控制雪板的这个角度 坡是这个样子 好比45度坡 你的这个板子是水平 那你这个板子就跟这个坡是45度 假如说你把这个坡这个板子测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 那你的重量就比这个阻力要大 你就开始往下滑 那测滑降的话就直接这样滑下去 那么落叶飘跟雪上飞呢 是不但是向下滑同时往前或者往后移动 那这个叫做雪上飞 假如说你能够很快的一下子就可以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而且下降非常快 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用任何力 你真正用力是在控制这个脚的雪板而已 OK 那么冲坡是什么东西呢 你在滑雪的时候常常会注意到 你要到了那个地方 事实上你要去那里 你要先下去 然后再往上去 那么你要再往上 你下去很简单的 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上去怎么办呢 那你要爬上去 就很麻烦 那么假如说你可以 利用你往下的这个速度 冲到另外一边 那冲上去多少算多少 那假如说最后没有动力的 你停下来之后 那当然你要自己慢慢慢慢一步往上走上去 那这个冲坡很重要 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你在滑雪的时候 你永远要注意到你的高度 你的高度是你的资本 你假如下去再上来的时候 你假如没有靠这个冲坡的话 那剩下来的你就要一步一步走 那等于说是一个负的一个能量 所以你在滑雪的时候 永远要看你现在在哪里 你要去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计划你如何能够达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OK 那下面这句 切记得前沿永远向上 这个观念是这样子 假如说你先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滑雪板的前面是向上跳起来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防止这个前面会扎到雪里面去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我刚刚讲就是前沿一定要向上 但是 假如说你是侧滑的话 那侧滑的时候 侧边这边是向上 那么因为你是往下去 这个边边是往下去 所以这个是前沿 假如是这样下去的话 那这个前面是前沿 那么假如我倒滑的话 后面是前沿 OK 所以前沿永远向上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OK 尤其你要做360度转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360度转 OK 还有一个是 体重 用体重滑雪 有多少人 每次滑雪完了之后 回到家里面你会觉得很累的 假如你会觉得累的话 那你就没有滑 那你就没有滑对 因为你没有用体重滑雪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用体重滑雪 你能够用体重滑雪的时候 那你尽量用体重滑雪 那你真正要用你的体力去滑雪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最多 那这样子就不会累 可以很轻松地享受这个新鲜的空气 还有这个滑雪的快感 那 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 Upper body and lower body are separation 也就是刚刚有一位讲上下身分离的这个做法 那个士兵非常非常好 他可以跟你讲你如何分离 假如你不分离的话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刑法 是叫做腰斩 我不知道 年轻的小朋友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腰斩的时候在清朝或者是在古代 他们还蛮残忍的一个做法 他一下子把你的腰内就整个切掉 然后他在一个桌面上涂了很多油 把你的身体直立在那里 我是听说我没有看过 OK 那这样的话他的血不会流出来 但是人还活着 但是会很痛苦很久 这是很残忍的一个寻仿 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东西但是不一样 OK 那么下面呢 稍微要介绍一下这个 POC Pacific Outdoor Club 那么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单位 就是老中滑雪 那么我们老中滑雪呢 成立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跟另外一个滑雪 叫做Uner 合起来 我们在他们的这个资源之下呢 我们成立老中滑雪 这是我们的教练 这是我们的制服 我是在这里 OK 我们已经有七年的历史 现在办得非常不错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我们的一个视频 介绍我们的这个大概去年吧 以前年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源 也就把这些设计 那里的设计 我给你们做了一个 这个资源 就是我们的这些儿子 这个资源 那里面 这个资源 那么我们的浅草 也要把这些儿子 这是旅渐校团 这是Central Express到上面去 这边是这个Winter Park 我们将来教学生怎么样滑 这个在Ipen堡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因为一个根子这样滑下去 你们注意一下 刚刚你看这个人在转的时候是他有没有上身跟下身分离 没有 他的上身是跟着这个血这样子滑 那你身体就要一直转来转去 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滑的方法 好的上身下身Separation的话是你上身永远是向下 下身就是你的两只腿在下面左右摆像一个钟摆一样 一下向左边一下向右边这样转 但是你身体基本上往下 你看他身体是一直在转的 向左转向右转 当开始的小孩子他通常不会 我们是最基本的训练 就老师带这几个小孩子往下去 这个小朋友画得还不错 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重心太靠后 你没有看到他的鞋在这里 但是他的屁股在这后面 那这有一个什么坏处呢 那你的重量在后面 你是推这个Ski 那么就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假如你没有那个技术的话 那你越快你就越害怕 到最后就会摔倒 所以正常的这个姿势应该 这个膝盖是弯的 大概是大概这样子弯法 然后你的身体是在这个位置 在你的这个鞋子的正上方 这个太靠后 如果他滑得很稳 至少能够滑不害怕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在一个比较缓的一个坡上面 就是小孩子很enjoy 旁边都是树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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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华学校 再来就是我华学的经历 我是1970年在台湾的 陆军的航讯中心 开始学华学 70年 1983 我80年到博英公司 83年在上面的Central开始发学 Pacific West 就是现在的East 现在的East 那个时候叫Pacific West 从那里开始华 然后到 1995年到2001年 我是在Uller 就是刚刚我介绍我们的老中滑雪的Parent School 当教练 然后2002到2004 我到Ski for All 这是一个专门教这种Haircap的这种学生的滑雪的Skills 它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去教他们 甚至于连两个脚都不能够滑的 它还有一个盒子 它人可以坐在上面 盒子底下有两个Ski 手上有这个杖子它可以控制 有的它滑得非常好 然后2003年我拿到这个PSIA Professional Ski Instructor Association的Level 1 Certificate 然后2004年我有心脏病开刀 所以那一年我就没有滑 2005又开始到2012 7年的时间我在Roka Ski School 是一个日本人办的Ski School 它在West 在那里教了7年 我最主要想看一下 它这个学校非常非常久 已经有大概将近50年的历史 那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经营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成立一个中国人的滑雪校 那这个Central Summit 他们跟我讲 他说已经有了 这边已经有一个东方人的 你不需要再成立中国人 那你去到这个Roka去就可以 所以我在那里待了7年 然后2013年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老中滑雪 那个时候我们有我Tony Tony的女儿也教丹坂 Eddie Lee去年没有教 前年有回来帮忙一下 Chris Lee现在回到中国 他那时候是在读研究所 那2015的时候 我们吸收了四个战将 李林现在是我们的校长 Humbo Shaw 他现在在中国 他女儿回到中国学习一年 所以他也跟着回去 王越南现在还在教 Kevin Shee 刚刚那个录影带就是他拍的 是我们老中滑雪的这个专业摄影师 他也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来教 那他们几个差不多都得到了Level 1 那2018的时候呢 那我们又加了一些新的身体军 像Jack Liu 上次讲这个滑雪的雪上运动的这些基本的需要的知识 那刘彭宇 彭宇刘是我们单版的这个教头 OK Esther Huang 他现在在中国道路好像还没回来 那2019 就是去年 我们正式成立Pacific Outdoor Club 那除了这个老中华语之外呢 我们也成立一个这个老中帆船俱乐部 那这个是以这个Renton Sitting Club为主 他们的船他们的设备 但是我们组织我们的人们一起去参加那个Renton Sitting Club 然后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agenda希望 但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他们是说要到Phase 3才会开课 目前8月份有两个课他说要开 但是假如这个没有到Level 3 他就不可能开 所以现在还在等这个政府的这个开放的情况 目前来讲看起来 所以不太可能去开那两班课 那到时候我们再看 那下面一个呢 是我要讲一下这个基本的滑雪的物理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第一个要讲重心 重心是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我们有所谓丹田 丹田对吧丹田是在肚脂下面 大概三指宽左右那地方 也就是说你把你整个身体的重量呢 集中到一点 那一点就是你的重心 那么这个重心跟你滑雪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重心希望永远是在这个你的这个Ski的正上方 然后你用你的重量去压这个Ski 让它去滑到你要去想要去的那个方向 那你就不要用力不要用你的脚 脚的力气 大部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看的视频 它都是用这个Prow 就是两个脚这样去刹车 这样子非常非常费力 但是假如等一下我们介绍那个那个Side Slipping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它完全不费力 就这样子直接就滑下来 就这样子直接就滑下来 那Shift Ski OK 还有这个Ski呢 现在你现在看这个板子 是中间比较窄 两边比较宽 看到没有 现在的雪板是这样 所以我们叫Shift Ski 最早的Ski从头到尾是一样宽 但那种滑雪板就比较难滑 OK 那这种好在什么地方呢 只要你向右边或者左边 因为这个雪板是弧形的 那它自然会带着你向右转或者是向左转 OK 所以这个Shift Ski 对于初学者来讲帮助帮助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转弯 OK 等一下有个视频就会介绍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你只要做这个 撤脚就可以 还有一个有关这个重心分布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打太极拳的图解 他通常会跟你讲 你右脚是死脚 左脚是虚脚 那什么是死脚 什么是虚脚 好比说你现在在走路的时候 你右脚抬出去 你的重量在哪里在左脚 那你的左脚就是死脚 你的右脚是虚脚 但是等到你右脚踏下去 你左脚抬起来的时候 那就正好相反 你的右脚变成死脚 那左脚变成虚脚 那这个重力的转移就很重要 尤其是在我们滑雪的时候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shaped skis 从星期间 今天我们的几个学生 和新型的附近 现在有两个人的第一种 这些相区 就是这些零下的 世界上还很短 第二种 在基于我们的过程 醋 尤其是 这些开玩家 因為他們沒有相機,他們的同樣是有什麼 他們的臉,臉部,臉部,臉部 所以他們基本上想要到直律 所以他們想要很好的技巧 所以他們很想要學習他們的技巧 因為基本上你應該要做的是 你以為一種重量的衛生 轉身的衛生,轉身的身體 轉身身身的肩膀,和轉身身 轉身身的尾巴 然後就完成了一步 很難的,很難的 和很難的一步 但很難的時間 nowadays the new shape skis are much easier they basically know how to ski themselves let me show you why first of all the tip of the tail are much wider than the waist of the ski typically about 30 to 40 millimeters wider and what that does is it creates an hourglass shape okay with the ski on its edge you'll notice as i put my hand under the ski i can literally get my whole hand under the ski now what that does is is that when you're skiing down the mountain in order to get the ski to turn basically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roll your knees over putting the ski on its edge and apply your weight and when you do that it creates a an arc effect and that naturally wants to turn the skis are now shaped like an arc and that arc will naturally go around so instead of having to unweight and weight switch your weight and all that basically all you have to do now is roll your knees over set the edge and the skis will naturally come around so that makes shape speed significantly easier and most people have found that learning on shape skis is much quicker most people can even learn ski pretty well in their very first season something that used to take three or four years so if you're still skiing on old straight skis i strongly recommend you go to the newer straight skis and if you haven't skied in many years and i'm thinking of getting getting back into the spor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it's a lot easier today than it was back when you first learned 对于这个Shavisky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我就继续下去 Arm and body position 你怎么样站 你这个手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我们通常叫做Stance 正式的站法 三个人 三个人 七个人 七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两个最 common问题的问题是坐在前面 和转换肩膀的肩膀 很多人难以找到一个很安静的肩膀 当他们的肩膀的肩膀 所以我们将这些肩膀脱了 所以你只能重复一下 一个很安静的肩膀的肩膀 保持你的肩膀在前面 逃脱的肩膀 保持你的肩膀 然后看 where you're going 你可能会感到不自然的肩膀 你可能会感到不自然的肩膀 但你可能会感到不自然的肩膀 然后我肩膀的肩膀 就会感到更自然的肩膀 很多人都会说 要一直在肩膀的肩膀 但如果我肩膀的肩膀 我肩膀的肩膀 就会无法选择 如果我肩膀的肩膀 我肩膀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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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参与肩膀 你现在看这个姿势 他这个人站在这个 血板的这个鞋子的正上方 他的重心在这里 他这个脚是弯的 身体上面是直的 重心在这里 刚刚我可以注意到 我说那个屁股太后面了 那是因为他身体在这个地方 他屁股在这里 反而脚是直的 但是这个脚是弯的 然后这个整个重心 是在这个鞋子的正上方 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手要在前面,手要在前面的目的呢是更能够帮助你把部分的重量shift到前面,OK,假如你守在这个垂直或者是摆在其他位置,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把这个屁股就往后面,就就就就 延伸,那就造成这个重量不是在这个鞋子的正上方,所以你这个手摆在前面呢,可以帮助你这个重量是dissure正好在你的这个鞋子的正上方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高度是你的资产,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下面这个四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滑雪的四个基本的物理的这个现象 一个是压力,这个压力是你的重力,是你的重量 我一直在想到就是你要用你的重体重来滑雪,这个pressure就是你的这个体重 他刚刚讲到这个直的滑雪板跟这个Schevsky呢,Schevsky你弯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滑 你还是要把这个重量摆在上面,但是不要用那么大的力 因为它的形状,因为它的形状就可以造成它可以向右转或者向左转 那直的话就不一样了,假如你是一个直的滑雪板的话 他刚刚说,他说pressure weight on 就是你要用你身体的重量去压这个Schevsky 造成这个Schevsky变成一个弧雪 那就要用很大的力气 所以呢,现在用新的所谓的Schevsky呢,就比较容易上手 用那个老式就比较不容易上手 那H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雪板的边,你如何用边 尤其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side slipping的时候,你完全用边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你在一个很陡的一个坡上面 你要停下来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想说这个坡是这样下去 那你的这个雪板呢就要跟这个 跟这个坡呢是垂直的,90度 两只板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之所以能够不会往下滑 是因为你用你的这个板子的H这个边缘 插到这个雪里面,卡在那里 那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说 假如说你把这个板的小度尽量close到这个坡度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摩擦系组不够大 它就自然就会往下滑 这个就是side slipping,OK? 那还有一个balance balance就是你要如何上下balance 是前后balance,是左右balance 那好比说我们常常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要向左转 我们要向左转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向左轻一点 然后你的脚呢向右边撤出去一点 这个就是要balance 就是下伸跟上伸的balance 还有就是说跟这个滑行的时候这个balance 那还有rotation就是你的脚底板 如何去转动 这个转动很重要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 它叫做pivot turn 你在往右滑的时候 你要突然向左转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一下就转过来 转180度 可能不到180度 近着close到180度 然后你就可以向左边走 然后走的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要向右转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这样转过来 这个叫pivot turn 那个是要用你的脚底板的转向的这个动作 这个叫rotation 所以有四个 一个是脚底板的转这个雪板 雪板的balance 前后的balance 左右的balance 上下的balance 还有怎么样用这个雪板的边缘 所以就为什么那个边缘非常非常锋利的道理 我觉得它的边缘是用那个钢 在那个地方 它很硬 它能够hold住那种压力 OK 这个age 还有pressure就是你的这个重量 这个pressure也要靠你的balance 把它摆在这个正中央 所以这四个元素都有互相的关系 pressure,age,balance and rotation OK 还有你的重心 这几个是非常重要 我刚刚是讲到 开车要知道如何刹车 我先放一个视频你们看 那么放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可以先请一下 就是假如说你有开 周际高速公路 经过这种山区的这个pass 好比说sno climbing pass 那你过了这个pass之后 你要往下去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这个路边 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run away pass run away pass什么东西呢 它的基本想定是说 假如说你在往下坡走的时候 你载了100吨的这个货物 重量非常非常大 那你的刹车突然失灵了 或者过热了 没有刹车了 那你怎么办 你就会出车祸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高速公路局 他们就考虑到这种现象 那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它如果那就是run away ramp 就是说在路边 它会设一个大概 一脉两脉这么长的一个上坡的一个道 那个道就叫run away ramp 那你假如说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 你有开到那个道上面去 它自然就会因为你往上去呢 自然就会把你慢下来 然后就会停止 OK 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 我们下来的转换了 我们下来的转换了 这个车出了问题 是黄色的就是标示的轮位车 这个我没有时间去看完 但是基本上你知道什么是run away ramp 那我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skill 就是很多人滑雪的技术不是很好 不知道怎么样control 常常会在 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我在panic的时候 那我如何能够overcome那个东西 那你在滑雪的时候假如说出现速度太快 超过你能够handle的这个speed的话 那你怎么办 假如你不做任何处置的话 你就一直往下去就越往下去你就越怕你就越向后 越向后那你就等于说你的体重在推这个skin 你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最后你自己摔倒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你只要稍微往上去一点 当然你说你如何能够上去 当然如何能够上去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稍微用右脚 抬起来那所有重量在左脚右脚呢 下去的时候你稍微转一下往上的方向 插下去然后把重量移到你的右脚 然后你的左脚跟上来那你就往上了 往上的时候你这个刚刚那个速度呢 就会帮你冲上去 冲上去你自然就会慢下来 慢下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从容的去解决那个情况 然后再决定如何去走下一步 所以这个是非常相关的一个情况 那我刚刚还提到我们有一个帆船俱乐部 帆船俱乐部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帆船最坏的可能是什么 是翻船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帆船俱乐部的高级班的最后一门课 一个考试叫做capside recovery 就是假如说这个帆船翻掉的话 那你如何能够把它含症 然后再恢复到原状 假如你会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坏的情况 对不对 那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学翻船 那么我今天要教你们这些东西呢 也无非就是说教你们如何去处理最坏的情况 那么减速是一个 那么假如说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向上你自然就会慢下来 那破落叶飘到那些还是另外的 那我现在来放一下那个capside recovery 现在故意把这个船把它翻下去 看到没有 到那边去把这个船翻下去 假如说这个船翻了 你怎么办 这里是一个中央板 这个centerboard 这个是能够balance上面的繁的力量 这个是移动的 从这中间可以deploy下来 你要出去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边吹齿 那它就游到这边来 爬到那个板子上面 用身体的重量把这个船弄直 看到船这样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 然后它游到后面来 再爬进去 这个叫做capside recover 好 这个也是点到为止 你知道这个idea 那我们在滑雪来讲 你如何能够减速 如何能够控制你的速度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plow star 就是所谓的这个 一般叫做pizza吧 就是说你两个脚是 逆八字 然后这个板子的外面 翘起来 然后像一个那个推雪车一样 往外推 那你自然就会慢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们叫 仔细看 Snowplow turns 然后就愿意包固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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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刚 从这边往这边转的时候 它原先是一个内八尺 那么它为什么会往这边转呢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始角曲角的这个道理 它把它的重量放在它的右角 它的左角是旋的 OK 左脚是在那里 那可能你是摆个20% 30%的重量在那边 但是70%或80%的重量在右脚 然后你把这个脚稍微偏一下 外面往外翻一下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讲它这个是shapsky 它这个血板是弯的 所以它自然就弯过来 看到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它怎么样弯过来 你看没有 它根本就没有动 它就站在那里 自然就转过来 这也就是正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滑雪要用什么 用你的体重去滑雪 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去滑雪 OK 你的肌肉只是控制血板的位置方向rotation 你不要用力 用力的话就太累 OK 那就是为什么你会滑来一肩之后 你会觉得很累 OK 我们再续续看 Make sure you start out in a snowplow pick up some speed and then turn the right skin more and gently change direction 这个是死角 那个虚角 这个是死角 这个是死角 自然就停下来了 自然就停下来了 it won't happen in a split second aggressively think of it as a nice smooth turn rather than a sharp one let's go again you'll probably find one direction easier than the other that's normal 这是正常平常向下 turn the foot and the ski will come round 这个死角 so now we can start putting that turns together and actually linking them down the hill don't think of it as a massive change of direction turning to the right turning that left ski straighten up spend a moment facing down the hill then you can actually start your next turn we want to avoid the feeling of trying to turn in one fell swoop if you look back at your tracks you want to see a nice smooth x-shape as opposed to a zigzag let's have a go push out the back of the left ski 这个是死角 这个是虚角 然后现在这个是死角 这个是虚角 这样就往这边弯过来 ok 然后你要往这边弯的时候 这个是死角 这个是虚角 ok 想要你滑得对的话 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 you should be feeling some control using the snowplow and just having an idea of changing directions gently down the slope the next time we're going to find a much longer slope not any steeper but it's going to give you more time to get into the run and we're going to really work on your turns and feeling that extra control we're going to look at losing that snowplow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urn ok 那 还有另外一种 很快的 停的方法 它叫做hockeystar 为什么叫hockeystar 因为在玩这个曲棍球的运动里面 那些运动员都非常非常的粗壮 非常的粗野 那么他们经常要很快的start 停下来去打那个球 那他们就要想一个方法可以很快 那通常他是可以一直稍微 把这个重量摆在前面 然后把后面呢 撤过来 一直撤右或者撤左 然后两只脚一起 往你要滑的那个方向去 用你的这个血板的边去刨雪 那刨雪的力量呢 然后正好反作用的就把你stop 这叫hockeystop ok 还有你要注意到 我刚刚一直在讲 前缘是向上 永远前缘是向上 你要移动的那个方向的 那个方向一定要翘起来 否则你马上会摔跤 我们现在来看hockeystop cheesy bru子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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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um relieves sensitivity and improves gum health having the ability to turn or rotate your feet without moving the whole body is a really useful tool and at this stage it's going to mean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slow down much faster handle narrower slopes but what we're going to look at is ability to turn those feet without making the whole body swing around a great way to fill this rotation is start going across the slope i'm not going to turn downhill i'm actually going to turn up hill and across myself i'm going to start to slide keep those arms in front gently stand turn the feet and then put the brakes back down you can almost imagine 注意到它在转过来的时候你们注意到它的血板的前缘是向上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把血压下去 假如是向下的话你要往前那么你前面的前缘卡到血里面去 你的身体要往下走但是你的血板被卡住了 你马上就会摔跤所以前缘一定要向上 ok 中文 是它在站起来的时候把重量移到前面前半步 那么后面就你有压力了 它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后面提起来往这边移 那就变成90度 然后用它的内缘那个地方就卡到这个雪里面 前缘永远向上 那这样的话两个脚比一个脚更有力 可以很快就停下来 先跳起它的维续 然后再跟它们劈一下 然后它们在墙上的维续 再加上换墙和浙的维续 就非常感激的线 Zukunft Up until now we're just been going across the slope to pick up a bit of speed.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umeral itself this should make a lot more sense. Now we're gonna put it back together but watch how my feet are gonna be turning and my body's gonna be staying nice and neutral. Feet turn underneath and my body's facing down the hill. Really going to help if you keep your eyes looking straight down the hill. Turn the feet, control. Turn the feet, control. Turn the feet, control. OK,这个转法跟carving的转法不一样 carving是按照血板的边缘自己沿着这个弧度转过去 然后再转回来再转过去再转回来 没有用人为的干涉 他这里是他用这种hockeystop 但并不是完全stop about halfway hockeystop 帮助他转向了之后 然后再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你要转的时候再一个相当于hockeystop一样 然后转过来一个方向之后 然后再往这个方向走 你再仔细看 看,转,转 OK,这个就是他刚刚讲的所谓的上下身分离 他的上身永远是上下,没有动 他只是脚在下面做这种动作 OK,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的脚要做rotation 所以叫做rotation,这里要rotate 他原来是这个方向嘛,对不对 他现在变成这个方向,他这个脚就要rotate 但身体还是一样 OK,这个身上就是这个upper body and lower body separation 你再看,他永远对着我们 然后再往下身分离 然后再往下身分离 It is an up down holder position. It should be a fluid movement. Okay, let's see. 我现在把这些个关掉好了 不然我用掉很多的 resources. 看下面一个落叶标 测滑桨, ok 这是重点, ok 我们现在看这个测滑桨 你先看到这个坡度是这个方向,对不对 那么这个滑雪的它的雪板是跟坡度是垂直的90度 那你们注意到它的移动是这个方向 前缘是这边是前缘,这后面不是前缘,对不对 这是后缘,这是前缘,这是后缘,对不对 前缘你看到没有,像开口有点比这个坡度要稍微缓一点,对吧 所以它才能够把这雪压下去, ok 假如说它这里低于这个雪的话,它就会卡住 那么因为它是翘起来一点点了,所以它会把雪压下去, ok 再仔细看 它只要站队的,重量摆队的,一直下去 我一直讲像这种东西,等于说你在坐电梯一样 你要停就把这个雪板呢,这个角度弄大一点 那么从用后面这个力量呢,把这个你的重量可以卡住就停下来 那你要走的时候,把这个雪板呢,前缘更靠近这个波度 那你就开始慢慢往下滑 开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perfect的垂直, ok 那你也没关系,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 有的时候有一大堆雪在你前面,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跨过去,然后再开始,ok 这里你要注意到,这个坡度在这里,对不对 它这两个雪板不是完全垂直 不是完全垂直,有一点像前,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会往前跑 或者是你假如说这个雪板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 可能会向后退,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那个事实上就是落叶飘, ok 那你如何能够控制它,那我们下面要讲的东西,ok 我们再继续看 你既然看这么大一个坡,它有没有用力,什么力也没用 它就靠它身体的重量,然后它真正用力是在控制脚底板的speed的那个角度 而且还有make sure它的重心是在这个,你的speed,boost,雪鞋的正上方 稍微靠后一点,那这样可以往下推 非常轻松,任何大山都可以下来 当然这个double diamond是比较轻松,不会那么平 但是你用这种skill,你也可以慢慢的从这个double diamond慢慢的下来 有了这个技术,你不用怕,任何山都可以下来 我在滑雪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些台湾来的朋友,道路来的朋友 第一次到山上去,什么都不会,买了租的东西,然后就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才发现,怪怪的,我怎么下去啊 那把鞋子拆了,暗示一步一步扛着鞋去走下去,因为它不会下去 但是你假如说会的这个skill,任何山都可以下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学习,我看见到你在沿路上 从Snow Valley,我是Pamela DeSera OK 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有问题? OK 那我们下面再往下看 落叶飘 OK Falling leaf Falling leaf我刚刚讲到就是,下面要讲的落叶飘 Let me see Falling leaf,OK 那个是,刚刚那个是直接90度一直往下去 那么假如你会往前或者往后的话怎么办呢? 这是落叶飘,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向前 我讲现在向后 向前 向后 向前 当然你会说 这个我不敢 当然在这么陡的地方 是不太容易 那你可以练习 在这个比较缓的坡里面 练习向前向后 当你熟悉在某一个坡度的时候 那你可以到比较更陡一点 然后慢慢你可以到任何的坡度 你可以甚至完全闭着眼睛 你根本就不要管你怎么下去 好比说我在教学生滑雪的时候 那在一个很懂的坡 那我要注意这个学生 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机解决 然后给他指示 应该做什么东西 修正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要注意 我怎么滑下去 我自然就可以用落叶飘 跟这个学生一起同步的往下走 可能在他前面一点 可能在他后面一点 看我的需要 但是就像他刚刚这样的做法 就可以很自如的下去 注意到他的前缘永远向上 前缘永远向上 可以 然后设计率可以360度转 然后你保持这个天面向上 然后设计率可以360度转 然后设计率可以360度转 这个雪上飞 雪上飞我要给你看 Ga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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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是 在这边讲Garland之前有一个叫做 Traversing 就是 雪上越野 雪上越野通常你滑雪的时候 你面向一个坡度 你可以90度直接往下冲 或者是有一点角度 Hello Welcome to Ski PT This is the channel for those of us who love skiing and want to stay in shape for life both on and off the slopes My name is Cynthia Lazara I'm a physical therapist as well as a certified ski instructor and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be skiing like cowboys Alright So what am I talking about I'm going to be giving you a drip No Traversing 就是你是往这个横的方向走 稍微有点坡度往下 你这个角度越大你是越快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Ski在哪里 那他现在讲的这个Garland 是你往一个浅的一个坡度往下走 然后你改变成一个比较抖的一个坡度往下 然后再到浅的 然后再到深的这个时候 然后再浅的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叫做Garland 但是它这个是Garland and Sides 就是你在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这个Ski是跟这个坡度是某一定的一个角度 但是假如说你把这个板子呢 稍微close到这个slope 你就会向下滑 同时向前进 那就变成一个面 就是原来是一条线 这时候就变成一个面 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再 你现在来看 它这个示范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形 这时候是要做的 这个是架子 这时候是我们继续上的 这时候我们继续做跳跃的 这个来自家的 这个Best 来自家的 你需要学习的 你需要学习的 你必须能忍着 所以他们 它们可以 为你 不如 反正的 一种 一种 一种的 我可以教你 大家在过程中要做这个 出手将会增加热油的肌肉 步驟深入水吗 需要刚进妥感 摇满级的情况下 是前双倒 从而有前双倒 你就会逐渐有逐渐量 你会在增加上 时间新一方式的河道 她的温暖和水完成了 前双倒是下双倒 从深入的温暖和水面时候 在前双倒是下双倒 这样的下双倒是下双倒 注意到这是它的示范 那这里是表示它的血板的角度 假如说这个血板的角度是保持这样的话 就是往前变成一条直线 假如说这个板子close到这个slope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面这样过来 测滑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 就这个是garden的部分 and the syslet 你现在继续看 来 现在这个syslet 直接回去那个角度 那么雪上飞是什么东西呢 假如我一开始从这里 就保持刚刚那个角度 变成一个syslet 同时往前 那你就一下就到这边来 平常人要弄了好久才能下那个山坡 你一下就到那里去 而且速度快慢 完全在你下面的这个脚 板子跟坡度的角度的这个控制 你要停随时可以停 通常我从这边 从这边往这边过来 到这里 一个转弯回来 就停在这里 然后叫学生 一个一个就这样过来 我们到洗了之后 我们再从这边往另外一边去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雪上飞跟这个 塞水平高人 你们都是这个speaker都close 想你要问问题的话 你要先把这个speaker打开才可以问问题 有没有我们就继续下去 还有冲坡 冲坡是 我通常教这个level 3 level 5的学生 我都会要求他们去冲坡 尤其在那个app and ball的第二段 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这个地方 因为它那地方下去之后是一个大上坡 然后在那个台地上面 在那个树的下面的地方 你就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也不用怕冲太快会创造什么东西 因为像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一个上坡 自然会把你慢下来 而且这里可以训练这个学生呢 他如何能够控制这个速度 你假如说太慢你到这儿要爬 太快你到这儿会冲过去 所以你在控制速度的时候 你要正好能够停在下面那个坡的最高点 然后你再看你要往哪里走 所以你永远要注意你要往哪里去 那中间有些什么东西 OK Falling leaf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 Socunding past The map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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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坡通常是在 我现在讲到close的话就看不到 这是Central Express到上面 我们通常沿着这边下来 这边是App and Board最上面的往下走 这是第二阶段 因为Triple 60这样过来 然后这里是那几个大树我讲的 你这里下来之后是往上去到这个台地上的 那通常我会大概下来大概三分之一这样子 当然不见了每个学生都敢冲了 那我就要求学生你自己斟酌 你假如说不敢的话就稍微低一点地方再冲 但是低一点再冲的时候就有问题 就是你这边冲不了太高 那下面你就要爬上去 所以就比较麻烦 你从这里一路这样冲上来的话 决定可以到这里 甚至于还会过多 那么你要能够control它的speed 那这个是假如你能够习惯那么高速的话 那么在其他的情况之下 我想应该都会很从容 那再下来 要切记永远向上 我们刚刚看到一点点的triple 60 那这里有一个triple 60的练习 你们到时候也可以试试看 教你怎么样 triple 60 谢谢 他不習慣就倒下去 等一下他就介紹一個訓練方法 這樣有效 空中 漢堡 還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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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在做這邊 這不是二元的這個軟圓圓圓圓 所以這個方法就要用 那這個一定要有相當的技術成功 就有列型成功 好 就這樣是 記住一定要 這個用 這個體重來滑雪 一定要用體重來滑雪 那 let me see 這裡有一個steak slow 在很陡的這個坡上面 你如何能夠快速的轉彎 好像有一個學生問他 如何能夠在這個 抖波快速轉彎 這個就是一個示範 我們會看 就是上下身 也不想打個問題 現在是做法 這麼做的 這是 變得變的 更新,一旦 變得架了 芯和越來越後 變得越來越後 變得 越來越後 會更加強 但你讓它會越來越後 越來越越前 越來越越越的 越來越越越 繼續採用 會試試試看 再試試試看 由於在哪兒 在它从这个方向转成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的脚底板要Rotate 从原来的向左 现在变成向右 186这样转过来 那个是Rotation 那么Timing来讲的时候 你要先向下 然后等到这个 你身体是跟这个板子垂直 身体要向前 那个时候你的板子后面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Rotate 所以那个Timing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练习才能体会 OK Flatten Edge Flatten Edge 向下转 向下转 现在你感觉感觉到肯定的肯定 release the edges, rotate the feet now you've got those two movements working together the flattening of the skis,rotating the feet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and that's separating the body what we're looking for is the ability to keep the chest facing down the hill and turning the feet below it's a good exercise to help back hold the poles about half way down face them down the hill and hold them upright now what you can do is imagine that there's a kind of a letter box in between those poles that I'm gonna look down and keep my hands and chest facing down the hill all the way down 这样能够保持上身是永远向下 下身是向左、向右 上身是直的 这个就是upper body and lower body separatio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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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到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假想这是一个脚道车的轮子 你在这个轮子的某一定点摆一个灯 一个异地灯 你假如说在这个轴心这个地看 这个灯是绕着你在转 但是你在一个十公尺外 看这个脚道车从你前面跑过去的话 这个灯的轨迹就像这边这个sine wave一样 同样道理在我们这个upper body lower body separation的时候 你这个人是不但在动 所以你看不太出来他的这个脚底板在左右摆动 假如说你现在想象你是 你把你的reference point摆在你的肚脐来看你的脚 你的脚是 左转 右转 左转 右转 身体不动 身体一直往下走 OK OK 那这就相当于就是说你的reference point在哪里 OK 你假如说reference point摆中间 你看来是circular point 那么假如你把这个reference 摆在你的身体的肚脐这里的话 你看你的脚是在左转右转 而不是你的身体再来左转 OK 那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示范 这个倒是最后的一个示范 这个是upper body long body separation 你可以看他的脚在下面左转右转 身体是直的 就是面向下 不动 这个是upper 你看他身体是想左右转 他能左右转 就是没有separation 所以rotation很重要 对 这是练习rotation 你要rotate 你才能够达到这个upper body 和upper body separation 他不只是这个小脚的rotation 上腿也要rotate 这个大腿小腿都要rotate 这才能够造成那个turn的这个效果 这个是upper body long body separation 这个是upper body long body separation 这个是没有separate 所以身体要转 这个脚底板基本上不转 但是你身体再转 那样是比较没有效 现在开始separate 所以body是stripe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这个差别 你现在是这个身体在转 看到没有 比较没有效果 现在是这个upper body long body separation 这个脚底板在下面转 OK OK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Let me see 下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Karvinsky今天比较晚 所以我想 我就不讲了 已经3点40 一个小时40分钟 Mogal Snowball OK 我放一下Mogal 有人对Mogal怎么样处理 Mogal就要做很多这种小的turn 想要你刚刚那个upper body long body separation 做得很好 还有size sleeping 如果没有来到我们的生股 就会看到大罗生肠 可以 blo上万能是随便宜 我都会在学校 你和我的朋友 我的身 church 我的生活 我是亡进口 我为他 我为他 我为你 I'm Hillary and I hope it was easy to make a cheesecake so today I'm going to bake cheesecake while doing yoga Okay Bumps and Moguls Bumps or Moguls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find a lot of when you're going off piste They can be quite intimidating at times but with some of the techniques we're going to look at you'll be amazed how much more confident you'll start to feel When you're starting to ski bumps try and find some nice ones like this they're not too intimidating The bumps behind me here are a little bit too big to start with 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down them but if you're trying to work on a new technique find some smaller ones that aren't going to intimidate you A good way to practice the bumps is find a few small ones like this and you can actually go across them We're going to keep our hands in front our shoulders over your feet and relax Two goals Keep your head the same level so you're going to absorb the bumps push down into the trough absorb And the other one is to keep your feet in contact with the snow all the way through Nice and smooth the hands are in front absorb push down really keep that head the same level Stay balanced over your feet let the bump push your feet up and then extend down into the trough 用腳來吸收那個衛紗的這個沙扁 It's actually turning on top of the bump A lot of people try and ski around them the whole time and avoid them And it's not always the best thing to d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use that bump to help us It's perfect here I've got a lot of space around the bump They're not too close And turning on top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 So nice and positive on top of that bump Here's another one on top 滑過去 Size Slaping 這個就是Size Slaping 看到嗎 轉彎Size Slaping 這從事就可以控制你的速度 Bump不然能夠幫助你站起來同時能夠減速 There's another way to do it For these sort of small bumps you've got some space around them You can turn around the outsides If it looks like you've got an opening and space Not a bad option Start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techniques in the smaller bumps It will give you more options on where you can turn Turn around the bumps or on top Be versatile Once you're feeling happy on these smaller bumps We're going to look at a third thing It's going to help you deal with steeper slopes and bigger bumps The last thing we're going to look at is using the backside of the bump as a break So I'm actually going to turn into it Use that face to slow me down And then gently turn around it You'll probably find it happening more on steeper bumps A little bit closer together And probably the slopes a bit steeper as well Let's take a look There's a back Use the back of that slope I'm turning into the back side of the bump Then around Plant the pole Fill the brake And then turn around Yeah, it's going to use the bump Use the model It's going to stop And then it's going to turn around And then it's going to turn around And then it's going to turn around Think about where you're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two or three bumps Don't just set off with no idea or plan Where you're going to be turning So at least those first three You're going to be in a good position And get the rhythm And then you're flowing down the run The other 通常你要滑的時候 你可以 假如 沒有那麼多經驗 你可以先看看 這個 哪些 bump在你前面 你先計劃怎麼樣走 來 然後走 三個四個 停下來 再看 下面怎麼走 但是假如你經驗多的話 就可以一路隨機的 決定要怎麼樣走下去 The thing to watch Is your speed into the first turn Don't go off there like a man possessed And spend the next two turns Trying to get control back Start off nice and easy And build it up I'm coming onto a face here Some nice bumps down here But before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plan my first two or three turns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ablid But get those first two or three sorted in your head Before you actually set off You're going to be in a rhythm You're going to have much more time To handle the rest of the run So I'm looking in front of me The hands are in front I'm going to do a turn around that one Over there Nice and smooth Absorb those bumps Keep those hands 還有一點很重要 在你在滑的時候 假如你覺得速度太快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前面講過 向上 你去下去 你可以往上去經過這個bump 他可以幫你slow down 你可以停在這個上面 OK 假如你太快的時候 就往上去 可以幫助你 slow down 甚至於stop OK 記得那個 Truck的off ramp Runway ramp 那個道理 OK 在前面 看著 看著 看過 在前面 總會 不算是用一種的工具 它是用所有的 三種工具 選擇 最正的 當時 你會看到更多 空一圈 好 非常重要 顧慮 看著 如果你看著 K一坑 不停 好了,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把这个speaker打开 有问题我可以answer 唐老师,我先问一下,就是谢谢您,您那个PowerPoint里面有好多那个video的link 您能不能把这个PowerPoint给我,然后我到时候给大家发出去 这样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他们还可以自己再看 对,我可以把那个寄给你,没问题 好的,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唐老师您好,几年前咱们见过,我就是说那个sliding上 我感觉在那个蓝道上并不是很好练 这个还是共心控制的问题,对吧 有什么方法练重心控制吗 假如说你在蓝道,你说哪一个动作你在蓝道上不方便 就是感觉自己重心调整过去以后它不往下走有时候 但是黑道上又怕自己有停不太住的那种状态 嗯,刚刚我不是在那个下那个抖坡的时候,我还不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它那个讲法就是说你先看了三四个bump 你可以怎么样是绕过去停下来,然后再看下面三四个bump 那假如说在这个三四个你还没到那个地方之前你觉得太快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往上去,不要往下去 往上去你自然就会慢下来,其他就会停下来 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你不能够一下就到这种黑道去练了 那么好比说我们在这个central来讲的话 你到gallery,也就是holiday旁边的那一个 那你向右转是绿道,向左转是蓝道 那么旁边就是接着那个triple 60向下来 那你可以先,先在这个绿道方面练一点 你变得熟悉了,习惯了,有信心了,然后你到左边 左边那边就是蓝道,蓝道你完全熟悉了 那你可以到这个central express,然后那边都是蓝道一路就这样下来 当然那个坡路就更长,就更大,对不对 那以后我们,假如我们开始上学的时候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插学学们那些活动 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教教你们,带你们一起好,没问题 这样有没有解答,有问题呢 我现在就是去年学好,所以我其实下central,那个openbow什么的都还比较轻松了 去年但是下那个triple 60还有那个旁边的那条道,那两条黑道 就是感觉自己还是胆子很小,到那个地方经常traverse很累 在Whistler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很陡的道上,就是一害怕就经常就是traverse 我跟你讲,说起来你不太相信,我们滑雪教练的训练 你知道我们在学什么吗?滑雪教练的训练注重在plow turn 就是所谓的这种pizza turn 那你会想开玩笑,pizza turn 那个小孩子刚开始学的那个玩意儿,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做的不够到位 你的知识不对,你的重心没有摆对 你之所以在triple 60还有这个parachute不赶下来 是因为,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说你要用竿子去点 来帮助你的身体向前,你记不记得这句话?有没有? 他用那个竿子跟你讲,他说这个是slow 你的人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我这个人是这个板子,ok 要向前,假如你的人是向后的话,这个板子就会太快 你的问题就在你的知识不够到位 常常有很多人一个季练得很好,perfect 等到第二季开始的时候,你统统忘掉了,统统还给老师了,ok 然后要重新从这个proud turn开始慢慢慢慢的学 然后再习惯了新的东西 就是事实上习惯你原来已经会的东西 因为你太久没有练,你到时候都不是那么习惯,ok 你要重新refresh 所以我们教练的训练通常都是从这个proud turn开始,再重新温习 然后再到这个gallery的左边的那个蓝道,然后再做一些parallet turn 然后才到这个central express 所以要有一点耐心,要你像那种黑道会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你的知识不到位,ok 没有,谢谢唐老师 不客气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个Key,唐老师,这是Elaine 你好 第一次听你的课,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温固之心 那么当然这个参加的人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有很高端的 那我基本上呢,我只是希望能够比较这个稳一点,然后不摔跤 那刚才有一个叫Gallet跟Side Sleeping的部分呢 我觉得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很想去练 可是呢,我从来没有看过有这种Ski 那么在刚才示范的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教练滑的是一个往下,平再往下再平 几个像往下的L的形状 那么你刚提到就是说 往下它是一个用的前沿来碰触到雪地 那平的部分是整个板子能够接触到整个雪地上 那我现在只能用那种采模的方式来了解你说的这个原理 但是这个整个来讲就是它的这个速度 还有它的可不可以在Green上面来尝试这种Gallet跟Side Sleeping的部分 如果它的这个宽度什么够的话 其实这个宽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滑那个比较宽的那个雪板 我不觉得有任何影响,我没有买那个宽的雪板 那最重要是这个一定要去体会 一定要去体会 你不见得一定要到很陡的坡 但是假如这个坡度不够的话 那你这个重力不够 你就算完全贴到那个上面它也不会往前跑 所以我在想一下 一定要有一点坡度你才会 你的体重的这个这个这个重力呢 大于它的阻力它还会往下滑 所以在Side Sleeping那个感觉 像跟Snowboard是不是有没有 是不是有点感觉相似那种 没有错没有错 像Snowboard它的这个 Snowboarding是面向下嘛 对不对 两个角是分开的对不对 那你那个姿势就相当于你讲的双板的话 Side Sleeping就是板子还是一样 这个这个方向 但是你人站的是侧站向左或者向右 了解吗 对 所以这个单板跟双板 其实有很多它的原理是一样 我开头不是一直讲到有四个重要的东西 压力 也就是重力 中身体的重量如何分布在这个板子上面 鞋子上面 对不对 压力 还有H 用这个哪一个边 前边 后边 左边 右边 哪一个边 那么前缘一定要向上 对不对 还有你的这个Rotation 你这个板子怎么样转 OK 你你会不会单板 呃 上过一次课 但是摔的比较严重 所以我就不敢再尝试 但是那种Feeling 我觉得刚你说的双板的这个Side 这个部分的滑的感受 我在想象那种Feeling是差不多的 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你身体的方位不一样 单板是你假如说是呃 是向前 或者是向面向山 对吧 那这个这个板子的侧面再往下滑 那么呃 但是你这个Side Slipping 你是向左或者向右 但是你的这个整个这个Ski呢 还有你身体是向下滑 呃 我有一个视频我可以放给你看 这是我我呃 去年 嗯 第一次滑 单板 我我原来滑过但是滑的不好 但是因为我是当教练 所以我对于这个原理非常非常熟 所以我跟我们的这个单板教头 这个刘鹏宇谈了一下 那他说没问题那我们就去吧 OK 我之前的四年没有滑过单板 这是我第一次滑我放给你看 你们大家一起可以看这个 OK 这是我从这个房子里面出来 这是我的板子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样放到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样放到这个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你先看啊 现在就是这个Side Slipping 对不对 这是Side Slipping 但是我是向下 假如说我现在是双板的话 我仍是向那边 嗯 向这个方向 或者是向这个方向 对 这是我第一次下去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所谓Falling Leaf的方法 嗯 往那边滑 然后先往这边测滑 嗯 现在又是往下滑下去 现在又是往下滑下去 往下滑 嗯 然后先往側滑 这往下滑 OK 那我现在开始转弯了 看到 还有就是注意到 现在我在这个Shadow里面 在这个阴影里面 那个雪比较硬 可以听到那个声音不对 在太阳下面的雪就比较软 现在开始转弯 最重要的是你的重心一定要在你的这个板子的中间 靠前或者靠后 看你的需要 可是在Snowboard的时候 我觉得 对我来说呢 最难的是前后的那个重心的掌握 所以 因为我 我滑的Ski 那种重心的感觉 我比较能够掌握 所以Snowboard 后来我就一次以后我就放弃了 有些人不太喜欢Snowboard 我是 试了大概 两年三年 但是一直都是在基础的Falling Leaf 直到我碰到刘宏宇去年 那 可以马上进步很快 OK 好 有机会再到你们Seato去 OK Seato还有没有问题 周梅 要不然我们 没有问题我们就 结束了 好的 好的 谢谢唐老师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 对 对 我会把录像和您的PPT都上传到网页上 这样有人今天错过了的也可以去看回放 对 相信都会有收获 嗯 非常感谢唐老师为我们的讲座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好不客气 再见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唐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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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要再那种 两个钟头做的那里不动 对身体是很不好 你的脚 你有这种 有事情像发膏那样做的那 你那个脚不会好 我告诉你 你这个等于给它丢在那里 你看像 好 又一直脚 这下面都不动的 这个脚的血液循环都不动的 两个钟头 有什麼樣的動作 那我自己講解這個 還有什麼腰斬啊 什麼翻船啊 都講那個倒霉的東西啊 這個滑雪跟倒霉的東西有在一起 你換個課 我在屋子裡我什麼都不能做 我最近要這樣挖挖挖挖 我拜佛我念經有沒有這樣子打擾 也沒有啊 這樣只有你看這個腳都發直的 全部都變直 你看我們腳也有動 這個全部都變紫色的還沒有發直 這個全部都直的 血都黏在那裡 你這樣再這樣子我就在旁邊給你 給你用那個打套或是放那個最大的音樂 你再把我放進去 你完全不夠直啊 那個腳都血都不平滑了 都直到那種程度了 你要想一想這個封口最多啊 最多一個封口啊 因為你血軟都剩一口一口 你跟那兩個封口都直到這個 你最多小一個封口就夠了嘛 你怎麼要兩個封口 什麼東西沒有東西叫我 我現在可以這樣子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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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叫我 我不怕他放過 我什麼都可能做啊 我現在能夠倒死了 你不太是怎麼抗爭 你不敢走 我現在看不下去了 你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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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該走 你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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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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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丟在那裡 那只要翻掉了 馬上就擠了一大堆東西在上面 都擠不掉喔 我好心裡有偷偷吃過 你偷偷就丟在這裡喔 昨天那個杯子也是啊 弄飽了 亂七八糟 傷得不得了 然後就丟在那裡 你們想問大陸人節目做能做嗎 那些都是自己找壞的 並不是從外面來的 那腳擺了那樣子 都花紙了 那個血管在底下都根本就不動 還在那邊一直講 那個並不是外面來的 是自己找的 然後穿著亂七八糟的那個鞋子啊 然後襪子也是亂七八糟穿的啊 然後跟它很像花旁一樣 講這講那個 滑血不是用講的 是自己去滑的 那看不到你的情形 那自己去滑 到時候你叫付錢來上課 教付錢就好 是啊 這樣他們才知道有嗎 你已經不能再這樣找了 你已經不能再這樣找了 你只要把他搞到我們家裡頭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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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在那裡這樣大吼大叫那樣子 我告訴你下次再來 你下次再來 我就在那個電腦前面 到我們家裡怎麼到我們家裡頭來 你上這種課 不要在這裡找喔 搞到我有沒有念經 念到很大聲 什麼東西很大聲 搞到你都不能什麼都不能做 沒有的啊 你什麼都不管的 你只要看到 那個倩有沒有什麼病 他一天到真的坐這坐那 隔壁那個八十歲了 他會在那走一走去 一直坐這坐 然後坐八十歲 Larry也是這樣子啊 弄著他坐在那裡 然後他剛才出去 他們好像帶那個船出去 只有你整天在外面 找那些什麼 中國大陸的人啊 在那裡倒了倒去 然後一下子就不見了 沒有一遍 我不要再想 什麼東西倒了就不見了 在這裡啊 什麼不見了 門開了 就出去了 哎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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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年也不是太老啊 你趕快跟他去送坐堆 去幫他休息 你少年我就幫他休息 你少年不是太老 嗯 他送信不得了 這個調教官很主任 他說 我不要去了 是我不要去了 才能盪你 什麼東西他不要去了 你叫人來他不要去 他幫信很不得了 這家裡的事 你再不管的 還假裝不知道 結果都假裝不知道了 你的襪子有一支 沒有那個不是 那個是我穿的襪子 不是洗好的襪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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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个两小时 你怎么看 你马上那里面就开始写到乱掉了 因为它是马上不动的 所以你自己想不动 因为你自己想不动 然后你自己想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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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自己想的 因为你自己想不动 然后你自己想不动 然后你自己想不动 н ann k 你最кон ribal 然后你自己想不动 所以你自己想不动 你自己想不动 对 兔森 兔森 我前面说的那些小匹 是怎么拿到认识 那些小匹 我找那些 你看哪个人 家里家庭所谓的人 都是长寿的 那些地方 我找到那些 那些小匹 找一个名 从哪里认识的 才认识两个礼拜 还那么远的地方认识 我不是常常见面 那些小匹 还加别手 那些什么光头 那些这样子 用些药材 把洞窗边 去这样子 不要跟我讲 我这个房客不在家 所以你都碰在家 你怎么能这样子 出去找那样子 不能够家里 不能这样子 然后去找那些 就是网 或者就是 放在那旁边 因为这个样子 然后走进来这一块 在这里是我们的 这一块有位就是要上下洗手啦 然后好像就是要上下洗手啦 然后等下讲讲那是高线的 然后去大发 这样看着你不见啦 你跑了一点 然后要不然就是 就是搞了搞了一些事情啊 你知道要带什么 然后这个鞋啊都不关啊 好像真的忘记了 就是假的 假的都不知道 就是在这上面 你看那些东西啊 然后刚才是搞几个实验 这个男男女女啊 来讲的讲这个讲那个 然后讲的就像花花 那样子就像坏掉了 又会这样子弄 好可怕 然后这样讲一个 就是一个妈的 我们就像就是 你在那星期间就 就要 就要一个缓 就要搞到它这样子 然后做了两次 然后就一起妈的 然后就是很接近 所以你看看这个 这个外套这里有个 有个脏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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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拿一個免費的雞 拿一個免費的雞 送你就好了 要幹嘛 如果我在家裡 我去吃什麼 我會問我應該做一次 它是免費的 不要的 我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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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用擦拿 找一桌 要看人家玩的 要畫一邊畫 要畫一邊畫一邊畫一邊畫 要畫一邊畫 一邊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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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是個身心的 它會這樣畫 然後到了7、8點,他們就有吃飯了 那你節目到底 一次去做一下,他們還在節目 然後想要到這一家就去這一家 想要到這一家就去那一家 跟人家的那一家,他要打開一家 那你節目到底 好,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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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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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